金牌大間諜 浴師隱藏技能 超強才藝出乎意料 我從以前就對 甘心法的特別有興趣 所以他們現在有時候來看 可能還會順便問說 你最近 對 因為節制這個牌 那因為 你心裡想登玉山 但身體可能還沒有 準備好 對 你不能問第二次嗎對不對 當然啊 我知道第一次 都會來講 對 長時間久坐久站 竟隱藏致敏圍巾 六個輩子女性 每天都在推韓劇 上廁所好像帶血一樣 她去做檢查 就發現打腸癌第一期 那我們當記者的 那打稿姿勢又不是很好 就這樣子打 然後我的內褲關節 照不開了 十年的時間不能吃漢堡 好 一場大量出牌 別牽固身體久就去跑 大學的學姊 她的那個被子 撕一大片 而且人情在上面 對 就發現竟然是被結合的 祖書症狀很簡單 就是 手冰涼 然後一直冷汗直流 早上起來就 天氣一個禮拜 走冷 好 今天的三位金牌情報員 犀利刺身學姊 小辣情報員 運動健將 靜大情報員 以及鬼靈精怪的 甜辣情報員 將會帶來什麼樣 健康的健康情報呢 為我們今天的 專業金牌醫師團 以及爆料部門團 對他們的情報 又會有什麼樣 不同的精采見景呢 歡迎來到金牌大間諜 喜歡喝四神湯嗎 好喝 這是一道廣受歡迎的宿泥美食 也是相當溫和的藥膳小吃 它除了能夠安皮健胃 還可以消暑去濕 是夏天非常好的消暑湯品 我說得對嗎 終於是小珍珍 是的 對 四神湯就是 它有健脾去世的效果之外 又可以幫你解除昏昏欲睡 或者是脹氣 還有皮膚濕疹 白帶等等問題 而且它裡面用的那四位藥 都是上品藥材 所以不管是長輩還是小朋友 或是熱症 寒症的人都可以喝 喝可以 那四種非常重要的成分 是什麼呢 要小辣 那四種 四神湯 只願打四種 蓮子藝人 怎麼賣 我補充 吃山藥 茯苓 芡食 蓮子 這樣子 有人會把蓮子改成藝人 所以 趕快放下你手中罪惡的冰品 在炎熱的夏天想消暑嗎 多喝點四神湯 才可能是夏天自我保養的 最好的選擇 好 接下來輪到情報員回報了 我們就請資深情報員 來 白帶 小辣 是的 老辣 我們大家錄影錄這麼久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個攝影棚 簡直就是一個 你看看 每次時間一到 乘客大家都來到了現場 除了老大以外 每個人的屁股都是緊貼著椅子 大家各施其職 在做自己的工作 我回到家都跟林太太一樣 就像躺在那裡看電視 跟他說嗨 嗨 嗨 林太太 對 大家都會覺得 坐著不是一件放鬆快樂的事情嗎 但是我告訴大家 酒座可是會做出病來的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上班族長期久坐會導致你的 真的 我告訴大家 有研究就指出 酒座會比抽菸更容易致命 而且我們每天 超過4個小時以上的酒座 會讓我們的代謝變慢 會變胖 甚至有心臟病 糖尿病 這些疾病通通會出現 而且 你只要坐超過1個小時 都不動的情況之下 你的生命立刻減少 太誇張了 1小時不動 是 覺得台灣有多少上班族 對啊 我們走來走去導播怎麼帶 對 你講一點卸和實際的 我認同酒座不見湯 但是我覺得學姐太浮誇 怎麼可能會比吸菸還嚴重 吸菸比較嚴重吧 我們問問看現場的醫師團 她的情報是否屬實 全員正舉 慢著 慢著 有人舉一半 來 沈醫師 就我覺得休 當然是 當然酒座不好 但是我覺得 適當的休息是OK的 但是如果說你工作上 是需要長期酒座的話 就是幾個小時起來走一走 動一動 你其實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我們回彈力量越來越少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有相當程度的危險性 對 我想 可能沒有那個 我也是說得那麼嚴重 基本上如果你酒座不動 超過六個小時 也許真的會影響我們的循環 例如說一些大腸癌 子宮頸癌 他得到的機率會稍微高一點 另外也可以增加你糖尿病 還有一些心臟病 或者腎臟疾病的發生率 可能會高一些 當然我也剛才 也同意沈醫師講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做了一陣子以後 可以稍微動一陣子 可能它影響就沒那麼大 你認為應該怎麼動比較好 就只要站起來走一走 動一動就好 或者你坐著的時候 坐著的時候稍微動一動 對 就像我們 你很活潑 不一定每個人都跳得像成根那麼好 我們都看怎麼動 對 就是說 比如說起來動一動 腳踢一踢這樣 其實我想對於身體的影響 應該會減少到很低 我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60歲的女性 退休之後呢 每天就在追韓劇 追日劇 追追追 都握在沙發上面 結果體重呢 半年內它增加了 半年 她最近發現 自己呢 上廁所的時候有種黏液 有時候會有點好像帶血一樣 她去做檢查結果發現 當然不一定是因為它 坐著引起的 其實大腸癌很早就有了 對 對 所以呢 但是這個告訴我們就是說 你久坐不動 其實對你的健康是有所影響的 但是影響到底有多大 可能沒辦法有一個很確切的數字 或很明確的說一定是多少 我說一個小時不動可以少了22分鐘 可能不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可能真的會影響你的健康 這裡要跟大家說 久坐其實也有它的風險在 因為這樣來急診常常非死即傷 對 所以這邊一定要鄭重的跟大家說一下 尤其是電視機前面那個林太太 好 其實這裡提到的案例就是 現在上班族這麼多 我遇到是一個才30歲的妙寧女子 她本身 其實她常常早上到辦公室裡面工作 一坐就是到晚上的七 八點 她那次來急診主要是因為 在7點半左右的時候 同事發生 發現她倒在茶水間 119人員到達現場的時候 她是沒有呼吸心跳的 才30歲 那時候送來到急診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急救病人的時候 為了要明白她全身的喪事 我們會把她的衣服全部剪開 這樣好嗎 這樣其實我們在急救的時候 才不會去干擾我們一些設備 或者是我們要評估她的喪事 對 應該的 對 陳哥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那個 問你講什麼 好 那我們就繼續急救這個 30歲的妙寧女子 我們把她的衣服剪開之後發現 她的左下子貼滿了沙龍 就是酸痛鐵布 對 那時候才覺得案情不是那麼的單純 其實她媽媽就說 她這幾天在家裡都抱怨 她的下子會痠痛 所以一開始也以為是因為姿勢不了 所以她才貼了那麼多的酸痛鐵布 身為醫師其實才會懷疑 她是不是因為久坐 造成我們下子的靜脈回流不順 造成血栓 它造成一個阻塞性的休克 所以當時我們把急救插管 救回來之後 去做了電腦斷腸 果然發現有很大的血栓 對 其實這個血栓的來源 就在於下肢 所以當你久坐的時候 其實這些瑜伎的血液 就容易形成血框 所以是非常危險的 菇子的林太太懂了 她先生也懂了 這是非常的睿智的判斷 急診室是非常非常緊張的 瞬息萬變 而且真的是命在一旋 對不對 這個小辣椒 是吧 妳的先生是不是是哪位 就是那一位優國優民 為國為民的魏醫師 我其實本來是想說 他不知道會不會亂講話 可是其實我是以一個 就是過來人的身分 來分享經驗 因為我的職業是老師 所以我常常都要坐著改考卷 或者是改步本這樣 所以其實我有一點那個 痔瘡的困擾 後來就是在我懷第一胎的時候 再加上工作長時間 都要坐著改步本 就變得更加的嚴重 有一次居然大量出血 痔瘡不夠 對 我就用 我還用那個衛生棉 來就是抑制那個 痔瘡失血的狀況 我自己也是個受害者 你知道我們當記者的 那個工作 其實就是我們做著打稿 那打稿姿勢又不是很好 就這樣子打 大概不到十年的時間 我的嘴 我的那一鎖關節這邊 就是完全的張不開 現在慢慢的有一點開啥 後來是張不開了 跟妳吃冰狼沒有關係 我沒有吃冰狼 沒有喝酒 抽菸吃冰狼好嗎 後來就越來越嚴重 就剛開始也算不管它 後來我有長達十年的時間 不能吃漢堡 因為我的嘴巴只能張一紙幅 頂都這樣子 只能開一紙啊 對 那怎麼行 因為我們要只看 一定要四紙才能吃東西 後來我就要去打針 才能夠吃東西 如果不打針我就開始不能吃東西 就一直到最後我才開始 把自己身體放鬆 做一些讓自己身體比較柔軟的 所以我復健加上練瑜伽 所以瑜伽就練了好久的時間 難怪汽車這麼好 是不是 對 就練瑜伽那一天開始呢 年齡就不再增長了 所以我今年就二十幾歲 好 謝謝妳小老師 她沒有傷到身 傷到腦袋 不是 我要再講一下 身體好了 腦壞了 可是我要跟大家 炒掉另外一隻 嚴肅 剛剛魏醫師講的一個重點 其實我這一次出國旅行 也發現了 也發生了 就我們 我這次去荷蘭玩 我們在飛機上面呢 就有人廣播 快要結束的時候 就有人廣播說 請問我現場有沒有醫生 飛機上有人需要急救 後來大概10分鐘之後呢 就看到空服人員是哭的 眼淚一直流 我想 發生什麼事情啊 後來呢 我們那個 我們同團的人 有到後面去倒水 就是到後面才有熱水 他就去倒水 他說有一個人已經躺在後面 並且 這個叫做經濟艙症候群 就是久坐的人 就是我們常常一直告訴人家 你久坐一定要記得起來 動動腿 走一走 一定要 一定要 這個很重要 尤其年紀越長的人 很多人 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以為 11個小時以上才需要起來走嗎 沒有 4個小時以上 都要起來走一走 久坐除了說怕會中風之外 或者是會有一些像 經濟艙症候群 之前有分享過 剛剛有一個朋友親戚也是 也是類似去歐洲 然後長時間 也是後來最後在飛機上過世 我這個案例要是 他生過幾個小孩以後 回來 他其實已經去別的醫院 看過很多次了 他後來到我那邊看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就是 他是下背痛 痛非常的久 他已經生過三個孩子 都是自然產 到後來一期的檢查發現 因為他是在骨盆牆下面那邊 除了他 因為其實我們生產以後 生產的時候女孩子的血液供應 因為一個人要供兩個人 所以旁邊的所有血液都會鼓起來 你血液感就會有點彈性疲乏 所以通常生產過後的女生 如果說長期久坐或是久站 不是只有久坐 久站也會 就是一個固定的動作 都不動 其實就會有可能就是導致 這家就說 他就覺得是 他屁股深處 坐骨神經在痛 他說他檢查過了 所以我就幫他做了那個測試 是裡面 就是屁股裡面的那一個離狀肌 離狀肌 對 所以其實假新的坐骨神經痛 就是 所以通常生產過後的女生 如果說長期久坐或是久站 不是只有久坐 久站也會 就是一個固定的動作 都不動 其實就會有可能就是導致 這家就是 但是因為它的症狀比較嚴重 因為它的工作是需要做辦公室的 所以它其實下骨盆腔 它主要下面整個骨盆腔 那邊都嚴重衝血 但是因為那個是外觀上看不出來的 那個需要我們去做腹腔鏡 或者是照超音波 我們去看那邊的血流 很明顯看那邊就是這樣 那個血流量非常的大 因為我們可以看那個 靜脈跟動脈的血流 看那個靜脈回流非常的大 血管非常的粗 後來呢就是注意做手術 把它下面一部分的 比較大的血管綁起來 之後它症狀就緩解非常的多 其實就是像我們下肢的 靜脈曲張一樣 但是這個久坐久站還是有風險的 因為它其實一樣 它因為靜脈沒有像動脈有半膜 可以把血打回來 所以它其實很容易久坐以後 你突然站起來 如果真的你飲血功都沒有 有些問題的話 真的很容易真的會造成中風 所以還是建議 不管是久坐久站的人 最好是兩個小時 最好是一到兩個小時 就起來走一走 不用說什麼真的幹嘛 其實你起來去擦水間倒個水 甚至上個洗手間 你只要有走路的時候 其實我們腳的肌肉 它在收縮的過程中 就會把血趕回來 我們小腿是我們第二顆心臟 對 所以其實有些重訓人 或者是比較沒有下肢容易水腫人 可以去訓練一下它下擺的肌肉 它會比較容易把血趕回來 承哥現在是在訓練腰椎肌肉是不是 在訓練你第一顆心臟 全場大家都久坐 來找中醫看 腰痠背痛跟頸椎病的人很多 但我這邊要講的一個是比較特別 是 它比較容易發生在就是 一邊坐一邊腳又要踩 像是牙醫或是司機 就常常開車的那一種 因為一邊踩又一邊坐 那邊的肌肉就特別的僵硬 而且它那個踩是不停的 還有打鼓的人也是 對 沒錯 一邊坐一邊 一邊坐一邊踩 它要踩下面那個 我知道 我知道 對 之前有一個案例 就是30出頭的牙醫來找我 他就覺得是 他屁股深處坐骨神經在痛 但我就問他說 那你有去醫院檢查過了嗎 他說他檢查過了 他沒有椎肩盤突出 也沒有骨刺 所以我就幫他做了那個測試 發現其實它是裡面 就是屁股裡面的 那一個離狀肌 離狀肌症候群 對 所以其實 甲心的坐骨神經痛 就是離狀肌症候群 它太疾風的時候會壓到 坐骨神經 那個肌怎麼喬呢 那個肌其實有一個很容易的姿勢 可以讓它放鬆 我們現場可以示範一下 就是平常我們認為 就是假設翹腳 要翹夾在一起的感覺 比較優雅對不對 但其實這姿勢是要翹那種正二郎腿 腰背要挺直 慢慢的往前面斜斜的壓 你就會感覺屁股那邊 拉出來的感覺 你這樣是大腿吧 大腿也是一個舞蹈的 對 大腿尾端 就是屁股那邊 所以其實重點是在腰要直直的往前 你不可以彎腰駝背 這樣就沒有拉到 對 往前之後固定在你能拉得最遠那邊 維持15到30秒 對 這樣就可以慢慢拉伸 那邊的肌肉 對 順便離離鞋帶 對 然後接著 如果覺得拉得差不多就可以換邊 就左右邊要都有做到這樣子 背要打直 就這樣簡單 對 背要打直 背要打直 停住不動就好 這樣感覺電視機前面的 臨時夫妻 就是用 臨時夫妻 就覺得到一招心肘 連太太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不要再關心她的這樣 所以她們搞不好對號陸座 所有臨太太都覺得 欸 這什麼時候 她在自信蠻最後臨太太 好 沒想到呢 久坐除了會靜脈曲張之外 還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我想看來大家可能還是不要坐太久 對不對 小辣 蠻好的 這情報算成立 對 成立 下一個情報 我們讓菜鳥好不好 好 蘇辣 久坐所有的病都會上升好不好 各位請禮 不行 蠻好的 請 每次都請禮都要叫我去站那位 妳好會實喚我 這是預謀創位 各位 大家都知道 我是那個體育學院畢業的 所以呢 現在呢 就來教大家一起來 動一動流流汗 好不好 OK 跟著我做 手舉起來 手舉起來 用我們的膝蓋來撞我們的手掌 預備 開始 撞我們的手掌 30秒 這樣很30秒 倒數計時 30秒 這個很溫暖 OK 您大概陳先生 撞向你聽 OK 自我檢查一下 好蠢 好累 全國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現場朋友們 自我檢查一下 是不是已經開始有點發熱 流汗的感覺了 有 是不是 會喘代表你還活著 你們以為流汗排毒 就是一件好事嗎 不是 我跟你們說 那妳做我們做幹嘛 對啊 她想害我 不要頂嘴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動不動流汗呢 就是身體的 發出了求救的訊號 你怎麼轉手 你知道剛剛氣轉為什麼 氣轉不過來 才學院畢業 氣轉不過來 運動流汗是正常的 有些人坐著不動 也會冒一點汗 那就有問題了 這可能呢 會是有肺結核或是糖尿病 這就是 假狀腺抗進的問題 而且如果你流了汗有沒有 如果你沒有這些問題 搞不好以為皮膚會發出警訊 比如說濕疹什麼那些問題 其實 如果你有異常大量的出汗 另外有伴隨一些 不正常的一些狀態 例如說你體重有減輕 例如你有發燒 例如你身體很虛弱 那可能你身體有一些狀況 那如果正常的流汗 其實我想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說你有伴隨一些 我分享一個案例 其實我們知道 肺結核 大家都覺得肺結核離我們很遠 對 其實肺結核還是蠻多的 在台灣 對 就我們在醫院裡面有兩位醫生 就因為肺結核而死亡 肺結核的傳染途徑是什麼 肺結核 肺結核傳染 對 肺結核傳染 它有結核感菌會破壞我們的肺 它的特點是 它通常在下午的時候會發燒 有時候晚上睡覺的時候會 棉被都會濕了 就會流汗 肺結核也不要害怕 肺結核其實只要定時吃藥 吃上六個月就能夠完全治癒 我分享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30歲的年輕人 他一直覺得咳嗽咳嗽 人也覺得很累 他去看醫生 醫生覺得他下午都會發燒 體重也一直在減輕 那時候醫生就懷疑 他可能的肺結核 肺結核診斷很簡單 只要痰做化驗 照個X光大家都看得出來 照X光就懷疑有肺結核 痰一定化驗出來裡面有結核感菌 馬上吃藥 其實他吃到三個多月之後 就已經改善 但是一定要吃完六個月 肺結核藥有時候 它會傷害我們的肝臟或腎臟 所以在吃藥過程當中 還是要堅持妳的腎臟功能 肝臟功能 要堅固 其實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自己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比平常就是有異常的流汗 就真的要特別去注意 當然不是說流汗不好 而是就是跟平常比就是有異常 因為其實這個是發生在我的周遭 就是我大學的學姐 她本來就是長得肉肉可愛可愛的這樣子 其實她覺得自己肉肉的 就是流汗她也覺得還好啦 對 她有一陣子就是覺得 就是都還蠻疲累 就是一直到大家出去玩 跟她一起住的那個同學 就發現說為什麼她 就是早上起來的時候 她的那個被子 跟她那個床單上面 就是 一個人形在上面 對 就是真的 吃出一個人形是不是 對 就是會 但是她覺得還好 可是同學就覺得很異常 然後她後來就覺得算了 反正她自己也累累 同學就跟她說 就是 要她趕快去看個醫生檢查 因為這樣子太異常 因為不尋常 對 因為她就是濕了 就是太濕這樣子 然後呢 就去檢查 結果檢查出來發現 竟然是肺結核 於是 這麼巧 因為她就是自己覺得累 然後去檢查 於是你知道嗎 整班的同學 你們都要檢查了 對 我們全部都是都被叫去檢查 就是整班的同學 跟包含跟她有接觸過的 通通被叫去檢查 對 結果後來還好 她不是開放性的 對 但是 這個學姐也因為這樣子 就是休學 然後就是去做一些那個 止治療這樣子 好了嗎 目前好了 對 所以妳看不動而一直流汗 問題是很大的 我們到今天才知道 肺結核會流汗 有一點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吧 而且睡覺流汗蠻正常的 我有時候睡 睡覺睡到一半也是會倒汗 做夢 妳說 真的嘛 對不對 有人就因為異常的流汗 或夜間倒汗 去掛急診 去掛急診 來 林太太的朋友 高血壓 糖尿病 又因為重瘋的關係 所以她已經長期入了床 我們就發現整個身體 就是冒冷汗 整個都溼透了 第一個反應是 她被交到是這個 婆婆氣溼 冷汗的狀況 還有她那個痛苦的表情 其實都沒有改善 那時候我就幫她做了 異常心驗的 結果是 有人就因為異常流汗 或夜間倒汗 去掛急診 去掛急診 來 林太太的朋友 大家一起來幫助林太太 其實我們排汗本身 它是一個好的機制 因為它其實是把我們身體 膳食過多的熱 所以其實你在運動完 或者是你周遭的環境太過熱 你的流汗 當然流汗那是正常 只是你要適度補充水分 但是呢 流汗也可以是一個集訓 因為當我們交完身心興奮的時候 你就會冒冷汗 例如說有些人他就是低血糖 發生的時候你送來以後 你會發現他全身都溼透了 心跳會微快 這個時候的冷汗 其實他就是告訴你一個簡訊 像有些疾病也會冒冷汗 像剛剛有提到肺結尔 還有 其實血癌 它有一些症狀 它也是會冒冷汗 體重減輕 微燒 我在集合室曾經遇過一個婆婆 她高血壓 糖尿病 又因為中風的關係 所以她已經長期臥床 她不太會自動 自己表達她自己的不舒服 所以她平常都是一個外傭照顧 那一次她會被送來急診是因為 外傭就發現 她的整個身體就是冒冷汗 整個都溼透了 那婆婆的表情痛苦 她第一個反應是 她被教導是這個可能是滴血糖 因為婆婆有糖尿病的問題 所以她那時候就給她 餵了一點點糖水 那婆婆其實冷汗的狀況 還有她那個痛苦的表情 其實都沒有改善 她才把她送到醫院來 那時候我就幫她做了一張心電毒 結果是 她就發現直氣心肌梗塞的狀況 所以那時候趕快幫她 推去做新刀冠 把血管打通之後 那婆婆現在又 就是又搶救她的生命回來這樣子 那其實 為什麼直氣心肌梗塞會冒冷汗 比較典型的 它除了一些典型的胸痛 輻射痛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症狀就是 它會噁心 會冒冷汗 所以冷汗其實是告訴我們身體 已經出了一些狀況的一個警訊 尤其是因為它是在 膠感神經興奮的時候 其實我本身也是易流汗體質 我們覺得流汗是好事 是吧 對 其實在我教書這14年當中 有遇過一個 讓我們印象很深刻的案例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他很會流汗 有一次升級的時候 他就站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汗如雨下 突然之間就暈倒了 嚇壞全校失聲 醫師是說 他本身就是很容易流汗 他汗線很發達 他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因為在 這麼悶熱的情況之下 他汗流太多了 脫水 所以導致 電解質 那個知識性的低血壓 所以才會暈倒這樣子 我的一個朋友 他其實還蠻年輕的 不到50歲的男生 他主宿症狀很簡單 就是手冰涼 然後一直冷汗直流 後來呢就覺得 我睡一下覺好了 就是休息一下可能太累了 他就去睡個覺 早上起來就 走了 走了 後來送到醫院去解剖才發現 其實他的那個症狀叫 心肌梗塞的前兆 就跟魏醫師講的是一樣 所以在集成室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都會覺得 它是一個危險症兆的警訊 像我遇過那個胃潰瘍破掉 他也是不舒服會冒冷汗 頭暈冒冷汗 結果是腦水管流破掉 胃潰瘍跟腦水管爆裂 這什麼都是這種聯絡 只要忽然的刺激 不舒服 影響你的交感神經系統 其實你都會冒冷汗 所以對我們來說 一個疾病它可能會不舒服 但是到冒冷汗的狀況 我們都會覺得 那個也是一個危險的徵兆 其實 流汗這件事情在中醫來說 是診斷很重要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有10個必問的問題 流汗是第二個 就是一問寒熱 二問汗 假設你是什麼都沒動 就很容易流汗 特別就像手汗這種 很常見的手汗 這種叫做 他們就蠻容易怕風 容易感冒這一類 通常我們中醫的做法是 藉由調補它的脾胃 讓它氣比較足 慢慢的它的手汗真的會減少 這是一類 另外一類是 越晚越熱 剛剛說的 越到晚上越熱 特別是更年期的女性很多 或者是現代很多人就是熬夜晚睡 這種人他就會比較乾 我們中醫說陰虛 他陰虛就會有虛火 火旺 他就特別容易晚上的時候是倒汗 對 他很常就是開很冷的冷氣 晚上又倒汗流汗 又吹風 早上起來開始覺得 怎麼喉嚨有點不舒服 或者是肚子有點不舒服 但他動一動又好了 因為他還是有熱在裡面的人 其他的話就是衣部位 比如說常常頭 額頭這邊出汗的 因為這邊有胃筋 所以這一類的人就可能 吃東西的時候吃了比較多 腸胃負擔比較大 另外一類的人是胸口 心口這邊出汗的 中醫就認為他心氣虛 所以剛剛講就是冒人汗 有時候會心肌梗塞那個 冒汗都是虛的表現 對 因為其實 就是中醫認為汗跟心有直接的關係 汗流太多不行 流汗是好事 中醫喜歡說 喜歡你蒸蒸流汗 就是流汗很像蒸籠上面的小豬 但不可大汗淋漓 對 就留一點點就好 蒸蒸小豬 但不要大汗淋漓 這池好美喔 對啊 香汗淋漓也不錯 對 類似這樣 這裡有一些就是食物 就是說我們找出來 就是給大家氣虛可以補汽 趕快去 不要動 我要截圖 補汽的食物可以看到就是有 這八達力太重要了 山藥 雞肉 牛肉跟豆漿 其實這類就是蛋白質豐富 或者是山藥 它是比較好吸收的澱粉質 對 就可以補汽 下面有一些大家常吃的 大棗 香菇 葡萄 櫻桃這些 大棗就是紅棗還是黑棗 紅棗 大棗是指紅棗 不是黑棗 對 不是 好 那陰虛 滋茵的 滋茵的食物 這個是現代人更需要的 因為大部分人都熬夜 男人還是可以吃嗎 也可以 所以滋茵的話就是 你會發現都是一些 這就是黑棗 勾勾黏黏的東西 對 或者是 或者是比較色深的 對 就可以滋茵 黑白的話就黑芝麻 白木耳 對 是不是 對 然後像是秋葵 或者是藝人 這種就是黏黏的 黏黏稠稠的 就特別能滋茵 我發現每個人選自己食物 有時候會落入一種 就是常常固定就吃那幾項 等於就是建議大家 可以把這幾項加入你 日常常常吃的自助餐挑選的菜 或者是你常常去挑的水果 這樣對你的身體整個 會有很長遠的幫助 對 真的 第二個情報我們成立好不好 非常好 接下來第三個情報壓軸 不要讓我們說 全部啦 好 Yes Sir 老大 嗯 嗯 嗯 大家都知道 我是兒童界的蔡依林嘛對不對 但其實呢 這不是我的正直 我的正直是胡達老師 我先提醒妳一下 怎麼了 重點是對面那五位醫師 因為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醫生的私生活比你想像中 還要更精采呢 精采呢 我們有些醫師會做手工藝 我們有些醫師會開飛機 我們還有些醫師 不只照顧妳的生理 還照顧妳的心理 一邊看病一邊幫妳算塔羅 唉唷 唉唷 好可愛 人不看也有像海水不能倒流 今天看妳 各位親愛的朋友 都是醫生朋友 不是醫生就是營養師 不是營養師就是發酬 發酬 沒有發酬 妳怎麼有事就這麼發酬 他們剛才說的 會開飛機 會做手工藝 還會在塔羅 到底說的是真是假 證實一下 那其實身為一個急診試醫師 每天都遇到一些刀光 所以我們的刀法一流 刀法 哪一種刀 哪有刀法 除了手術刀以外 就是 美工刀 為什麼要揮這兩種刀 其實我小時候非常喜歡 就是剪剪貼貼和做一些東西 還有畫畫 其實大部分那時候 就是當上急診主治醫師的時候 當時真的是有國有民 因為那時候的急診暴力事件頻傳 再來就是一些後生晚輩 其實大家應該有聽過 就是內外婦兒級 五大戒口 所以我當時就在臉書 成立一個圖文的粉絲團 就是用畫畫的方式 其實用很簡單的圖文 想達到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告訴我們後生學子 其實我們醫療並沒有那麼絕望 其實有100個病人來看妳 有99個是感謝妳的 第二個我也是希望把這個概念 傳達給一般的民眾 所以希望用一些比較簡單的圖文 告訴民眾說 我們醫護其實跟病人 是站在同一陣線對抗疾病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互相仇視共激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 我用 所以我一開始是用圖文 所以我那時候是有出了兩本圖文的書 有出書 有才 其實最主要就是用繪畫的方式 就是讓 像繪本一樣 你畫的 對 我畫的 好厲害 就是可以讓民眾 更容易去獲得這些醫療的知識 注意喔 它叫急診鋼鐵人 而且裡面主角應該就是Tony 對不對 沒有 主角我本人 他以後可以畫得很細膩 身體的線條 醫院有這樣子的人 有 那個都是真實的人 真的 鋼鐵人已經變成是我代行詞了 所以其實我當時就是 開始自己做手工 就是 鋼鐵人中間不是會有一個方舟反應爐 會發光的嗎 我自己焊接 自己用LED燈做 它的材質其實是泡棉 我就是幫自己量身訂做 這個是圖顏色的版本 你有穿這套出去做嗎 在家裡 在家裡 給大家猜一下 就是穿鋼鐵人看書有什麼好處 穿鋼鐵人看書就不用開燈 不用開燈 整個是我遇過最聰明的主持人 有沒有可能你的題目 醫師秀超酷才藝 炫耀不成 反出球 開飛機的是你 沒有 台灣因為 因為玩飛機的時間很少 就開始 又玩遙控之年之後 我有15台 我問我說剛才 11比1剛蝶 跟他表演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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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慢著 這誰弄的 這個 這是我家 這是你家 我後來又發現 其實自己做 有時候 所以自己去買 你怎麼買得到 這是1比1的 對 1比1 而且這個跟外面買的 什麼材質 這個我也不知道什麼材質 但是 塑鋼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它不是雕像 它是可以穿的 它這個是真的可以穿的 所以它真的是可以穿 這個是那一個馬克思奧的 對啊 你怎麼沒有穿過來 因為太重了 我拍我們穿的那個樣子 對 所以它其實是真的是 只是說沒有像大家想像說 鋼鐵人穿的時候 它會自動飛過來 我需要我太太幫我穿 他其實只有在買第一尊 才有問我可不可以買 其他都沒有問過我 沒有智慧過我就直接入合了 入合 對 而且它不只鋼鐵人 它現在連那個Marvel的英雄人物 一個一個進貨到家 是看得多 它就把那個1比6的那個 Marvel的英雄人物 都擺在那個電視牆上面 那都有一尺高 而且它是真的就是可以穿衣服 可以換變裝 很細緻 等於就妳的芭比娃娃 我們鋼鐵人 講芭比娃娃快快的 芭比娃娃也是玩換衣服 換裝備 那很興奮 所以大家就知道 其實平常是 壓力很大 對 我就說 它好像比較重視 英雄人物生活老婆 結果她就說 沒有 那些玩具 只是她紓解壓力用的 她可以幫妳買衣服紓壓 對不對 買包包紓壓 可見她的壓力多大 像無底痛一樣 她那個叫紓壓 她如果要準備錢讓老婆買衣服 那要紓困才行 那要紓困 要不然買不起 中醫是平常除了幫人家 針灸把賣之外 應該忙不完吧 大家都說中醫看 看到最後感覺好像在心理諮商 因為我從以前就對 詹心塔羅我特別有興趣 所以他們現在有時候 來看診還會順便問說 我最近的運勢 對 她會說 她會說我最近遇到一個男生 不知道好不好可以 可以幫我看一下 這也可以看 妳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對 可以啊 現場我們這邊有準備 看誠哥有沒有什麼想問的 誠哥 遇到一個女生怎麼樣 會不會再開一個新戰鬥 黎儀是這個要自費嗎 妳說我整間那個 因為他們都是我客人 所以通常都還好 都是之前 大家都說好朋友 都是我自己的病友 都是病人有什麼好收費的 但要閉著眼睛 用你的飛罐用什麼抽才可以 誠哥抽到的牌 是節制的反面 好 誠哥你剛剛想的是什麼問題 我在想我能不能 順利的登上玉山 誠哥你有想要登玉山喔 妳就不要選 沒有 這是很認真的詢問妳 沒有 再選 預計是什麼時候 可能還想今年 可能覺得今年有點難 你看看他這個回答 因為節制這個牌 這張牌 他講的是 妳的精神跟妳的身體 要為了共同的目標 那因為你心裡想登玉山 但身體可能還沒有 準備好 對 還沒有準備好去執行 所以才會呈現逆位 所以通常的問題 不能問第二次嗎對不對 當然 那要過一陣子 通常是這樣 翻 翻 一直翻 現在還怎麼轉 我知道妳的意思 到櫃台那邊 沒有健保 好 許醫師 身為外科醫師 似乎有一個不為人知的 別的事情 其實 開飛機的是你啊 對 其實我很喜歡開飛機 當然這是一個模擬機裡面 這叫 偵測機 會有200到快300小時的飛行時速 好厲害喔 可是這是模擬機的飛行時速 模擬機 對 因為這個是需要民航飛行員 才能進入這裡面訓練 對 我在國外呢 拿了小飛機的私人駕照 還有直升機的私人駕照 哇 我在台灣有時候 我會開一開直升機 回到台灣 因為玩飛機的時間很少 所以又開始就開始又玩 遙控時間走 然後去邊想 還是要給飛 你買直升機要多少錢 買這個多便宜 這個不便宜 這一台要十幾萬 對 因為那場上會摔 你上去會摔下來 難怪我說剛才 這剛才是這樣子擺的 我就說 我這樣 哇 兩台佔了1比1鋼鐵 我這樣 我就看 我剛才有沒有放這邊 有 我就看他表現這樣 我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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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笑一波 抱一下回波 難怪他表情是累啊 這跟錢沒有問題 這是跟數量有關 跟數量 你叫高兩人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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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兩人飛 高兩人飛 有飛機啊 金牌大間諜 你叫高兩人飛啊 你叫高兩人飛啊 我們剛剛有飛 自己裝的 自己組裝 對 沒辦法買現成的 它現成就是叫KIT 它就是一個組 全部都是零件 花一個螺絲都是一個零件 全部你要自己組 那你在玩這個時候 你覺得你得到什麼東西 覺得心裡非常愉快 就好像你自己飛上去一樣 就飛上去那種感覺 就像我穿著鋼鐵身心靈都放在一起 其實就像我們在開飛機一樣 開完之後呢 其實你飛到上空之後 你會覺得非常非常愉快 心裡非常非常舒服 也是很好玩 我太太那時候懷孕 那時候懷孕我就帶我太太 懷孕 對 上去就破水了 肯定啊 會公說 沒有辦法 你跟他推多少 五千尺 沒有 大概一千 氣流還是很明顯 小飛機其實是會抖的 很明顯 你愛你太太嗎 其實太太她是很害怕的 你怎麼敢 你對自己好有自信 因為其實飛機 直升機 其實跟開車一樣 其實很安全的 你一定要確定它的基建 都是安全的 你要確定天后各方面 都安全的才玩 不要貿然去玩這些東西 專業的 好囉 這個我們理解一下 羨慕一下就好了 還有什麼才藝咧 你就本身喜歡 就是在空前的時間 做一些小才藝的東西 對不家用對不對 對不家用 對不家的手工 對 就是像之前這次幫我老公 那時候 我們結婚前夕的時候 就是自己手工幫他做了一個 卡片 生日卡 對 生日卡片 哇 他應該被這個感動的我覺得 有 他非常的感動 可是他之後就有點失落 因為他覺得 驚喜完後面就都沒了 他就有點失落 但是一直讓他什麼東西比較感動 就是我那時候 我女兒去年生日 一歲生日的時候 我幫他做蛋糕 對 我自己幫他做蛋糕 還有布置 我女兒那個主題是 就是我幫他設定是獨角獸 所以就是都是一系列獨角獸 還有就是那時候的布置 就是全部都是我一手 全部弄的 還有就是我女兒那天的生日的衣服 也是我幫他親手做的 衣服好可愛 對 這Poji妳做的 嗯 這我做的 還有這兩件 她那天生日當天都有穿 就是她就是一個 就是很像嫁女兒的概念有沒有 就是那件 弟弟換了四套衣服 對 所以我老公就覺得有點吃味 他說為什麼我做一張卡片 女兒這麼多東西 妳沒有學藝 應該也是學藝術的我想 就是 實踐大學 服裝設計 就是小時候就還蠻喜歡做一些手工 做得很好看 手工做的 那時候賺了就覺得 有一種很感動的感覺 先為這個Poji掌聲鼓勵 好棒 陳雯齊 不曉得知道 陳雯姐她除了是美麗的營養師之外 還會出現在友台的戲劇裡面 妳演過什麼樣的戲 跟她分享一下 來 我出現在 七點八 戲說台灣 補妝劇裡面 妳看看 唉唷 那一半像很好 好會 好像何佳玟 好漂亮 我昨天才剛從 妳去拍戲 對 妳是 妳怎麼會有這麼閒的營養師 我沒有學 我吃三家利用時間 妳拍戲很辛苦 超級累的 拍戲很累 超級帥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 因為其實小時候 我自己就是話劇社的 就是小時候的時候 但是因為 因為爸爸在大學教書 他就覺得我們應該要好好認真念書 對 所以我就 還是要有個正業就對了 對 剛好就是 因緣際會巧合之下 我的客戶剛好是一個 資深八點檔演員 對 他就在跟我講 他就發現我會講台語 他說其實我們這個年齡層 會講台語好像蠻少的 就剛好有一次機會 他剛好去演七點檔 他就說 那不然妳來試試看 就是去演那個旁邊洗衣服的 那個路人甲 來客算一下 對 可是我就覺得 我覺得這也是機會 剛好去的時候 就剛好有一個角色還沒有定 就說不然妳來演這個角色好了 就人生生平 沒有演過特約演員 沒有演過臨時演員 就演了一個角色 而且還五集 哇 厲害 居然我們當營養師也不錯 幫我們調配便當 有喔 在那邊是幫很多人就是 因為蠻多其實 資深的演員其實就是 慢性病比較多 吃便當的時候 會說你這個不要吃 那個不要吃 通常拍戲大家吃便當吃 你也都會自己煮東西 可能就是煮泡麵 我說你不要買這個泡麵 你要買去那個蒸煮麵 對 真的 我就把一盞笑一盞下去彰化 人不清土清 有沒有看到 醫生的私生活比台幣上還有精彩 看來似乎是真的 非常成立 太好了 不知我們大開眼界 所有人都大開眼界 對 相信有這群親和力十足 而且有非常多才華的醫生們 可以讓我們的醫病關係 越來越美好 OK 真的謝謝你們 辛苦的補助